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口语的报应很重 你的命好不好 就看你有没有口德 一起来听 九华山有位老尼师 年纪已136岁 身体朗健 从出家至今 从不讲任何闲话 开口闭口一句阿弥陀佛 有人问他 若有观修行 则正面开示树言 若非观修行 则闭口不达 生活简朴 三餐起居生活 完全自己料理 从不假手他人 老尼师之 德行持名相礼 德明赶召大陆 数家电视台争相采访 老尼师于镜头前 仍一心念佛 泰然自若 不畏所动 任凭记者访问 从不打话 师父曾言 女众无论在家出家修行 若能守住口业 则成佛一半 从老尼师之修行 便可体悟念佛 实相功德 与口业的真实相 当知 口业是女众修行 最难克服的业力 口业是女众修行 正道的最大阻力 口业是女众修行 最大致命杀伤力 口业是女众 堕入恶道的主要业力 口业是女众 往生西方的最大抗力 口业令道场 不得清静是非不断 口业令僧团不得和和 法道不兴 口业令众生退失道心 断人善根 口业之罪 慎重无比 女众修行 若不断妄语 恶口 两舌其语四种口业 当永远在恶语道 受苦口无量 出脱绝对无期 故女众修行 当为人处事 要谨言圣口为事 方不堕入 恶道轮回受苦 得正西方菩提 何为妄语 恶口 两舌其语四种口业 妄语者 见言不见 不见言见 以虚为实 以有为无的 凡是心口不相应 欲其哄于 忍者皆是 又若 自为断祸 未为断祸 自为得道 未为得道 明大妄语 其罪极重 若是见到说没见到 没见到说见到 把假的说成真的 把有的说成没有 凡是这类心和口 不相应的话 想要 起码哄骗别人的语言 都叫做妄语 如果自己尚未断剑 祸和私祸 却骗别人说断了 自己尚未得道 却骗人说得了 这种 则叫做大妄语 罪过甚重 恶口者 为言语粗恶 如刀如剑 发人隐恶 不必忌讳 又伤人父母 明大恶口 恶口就是言语 非常粗恶 像刀子 像利剑般能伤人 或者毫不忌讳地 说别人的隐恶 如果在言词上 伤到别人的父母 就叫做大恶口 两舍者 为向彼说此 向此说彼 挑唆是非 斗够两头等 两舍就是向假说矣 向矣说假 以挑起双方的是非 让两人彼此起见细 进而斗争起来 其余者 为无意扶辞 华妙其力 谈说淫欲 导人邪念等 其余的意思是 就是没有益处 浮犯的言词 听起来 华丽美妙 以人瑕疵而已 或者是谈说淫欲等 是引起别的人起邪念 圣户口业 不犯思过 言语是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重要工具 所谓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口说善言 能令人心生欢喜 口出恶言 除了令人生脑 还需自受恶业苦报 口过有四种 两舌恶口 妄言其语 为人处事 要经常反省 检讨自己 有没有这四种过失 如果有 马上就要惭愧 忏悔改过 否则口业不清净 讲出来的话 别人都无法信誦 或招感口腔恶疾 被人毁谤欺狂等 这些都是口犯四种过失 所产生的恶报 所以中了什么因 将来就改什么果 佛法因果的道理 是真实不虚的 四种口过 两舌 两舌即是与两人之间挑拨离间 如看到张三 说李四不好 见到李四 就说张三不好 或是将他吵架 甚至于打架 自己在旁边看笑话 说风凉话 这些就是两舌 艳雨云 嘴巴两片皮 说好说坏 都是你 常拨弄是非者 未来便招感聋哑 眷属乖离等报 恶口 恶口是以粗言恶语骂人 致使他人起烦恼 或逢天语刮风 令身心感觉不适 即开始骂风骂雨 甚至骂畜生 不论骂的对象是有情或无情的 这些都属于恶口 一般人对一些不经意的恶口 讲成习惯 自己不容易察觉 境界一线前 很自然就讲得出来 话一出口 坏了事还不知道 例如四川 有句口头语 隔老子 一般人不先讲出这句话 好像后面的话就讲不出来 虽是口头语 也是属于一种恶口的习惯 有一次一个北方人到四川去卖东西 与买东西的人发生溢价的问题 四川人一开口就先溜出一句 隔老子 就好像是开场白一样 北方人一听心想 你当我的老子 这还得了 于是上前一个巴掌打过去 这位四川人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 便说隔老子为什么打人 对方又是一巴掌打过去 隔老子为什么又打人 这就是恶口 无意中说了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修行没有其他的捷径 就是要时刻反照自己的一言一行 大智度论中 记载有位 毕灵家婆 仇尊者 每天都到恒河对岸去画园 每次要过恒河时 就跟水神讲 小毕我要过河了 给我开路 水神一听 马上把他开路 河里立刻就献出一条路 让尊者通过 到达对岸 因为毕灵家婆 仇尊者是正道罗汉的圣者 看守三界众生 所尊重 所以水神一听到尊者的话 马上就帮他开路 但是时间久了 水神心中起了烦恼 奇怪 我帮尊者开路 尊者不但不感激我 还骂我是小毕 这口气实在很难咽下去 就去找佛陀 对佛陀说 世尊 您的弟子 经常到恒河对岸去画园 每次我都帮他开路 这对我来说也是修福报 但他去骂我是小毕 恳请世尊评评理 世尊于是对水神说 我去找他来向你道歉 陪礼 毕临家婆 仇尊者一来 佛际告诉他 你每次到恒河对岸化园 脱博时 水神都帮你开路 你怎么还骂他是小毕 实在不应该 你应该向水神道歉 尊者心想 对呀 他帮我开路 我怎么还骂他是小毕 自己实在是不应该 于是马上向水神道歉 小毕 我现在向你道歉 他向水神道歉 还是叫他小毕 虽然尊者以正罗汉 但是粗的根本烦恼已断除 可是戏的习气还存在 所以仍然叫水神小毕 却不自知 所以恶口不容易改 自己要多注意 经常检讨反省 讲话的时候是不是有过失 事实要三思而后行 如此不断的熏修 生处转熟 熟处转生 慢慢的就能修去恶口的习气 妄言 说谎话吸骗他人称为妄言 现在社会上 一般人为了做生意 容易打妄语 有时修行人为了明文立养 也会大打妄语 例如自己没有开悟正果 却说自己已经开悟正果 甚至说自己是如来转世 家业转世 说了这些大妄语 遭了恶业 将来恶业果熟 就会堕入地狱 受地狱之苦 所以无论在家 出家众 千万不可说大妄语 然而有时 为了要成就一件善法功德 讲实话不容易成功 此时即可开个方便 称为方便妄语 所谓方便妄语 直话讲出来之后 对自己没有损失 耳边听了不但没有损失 而且还有功德 让对方从中得当利益 过去一位老和尚在山上修行 一日打坐时 遇到一位猎人在猎兔子 兔子听闻枪声就跑 惊慌中急忙钻到老和尚的衣服里躲起来 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猎人随后追了过来 就问这个老和尚 我刚才在猎捕兔子 看到兔子好像跑到这边来了 师父你看到没有 老和尚讲看见了 从我右手边跑到山里面去了 猎人于是追了上去 这就是方便妄语 明明知道兔子躲在自己的衣服里 却说跑掉了 对自己没有损失 也保全了兔子一条性命 这就是善意的开方便 所以修行学佛 要知道佛法的精神是活用的 为救护众生成就善法 不得已失 即可用方便妄语 但是若不是为了成就善法功德 则不可以说妄语 社会上有些从商的居士 想发心受武戒 但又认为 做生意当中 极难真正说老实话 认为没有办法 持守不妄语戒 其实任何事情 都离不开因缘果冒 想要生意兴隆 便需诚实信用 过去的百年老店 能永续经营 不外乎是 本着同手无期的理念 只要以真诚不忘之心待人处事 这个事业就是值得人们信任的金招牌 如此何须担心 无法成功呢 古人既不 一诺千金 然而现代道德观念淡薄 却喜欢打暴雨到处骗人 随微十风日下 人心不古 过去古人节省即逝 俩人有约 打个结就好了 现在打结行不通了 要写契约 打了契约还不行 还要请律师来作证 解了律师还不算 还要到法院公正 就算是公正了 可能还会耍赖 什么原因 喜欢妄语的关系 世间上的人会打妄语 有些出世修行人 为了面子 也容易说些欺骗的话 谋取他人的尊重 之所以如此 不外乎执着一个我相 为名为利 从社会上去观察 打妄语的人很多 然而一切只有因果 自己打了妄语欺骗人 现在造恶业 将来恶业成熟 就会坠入恶闹 其语 其语是指言不及意的轻浮言语 例如讲黄色笑话 言情小说令人打妄想 甚至说些取笑他人的话 自己却认为讲得很幽默 这些其语都是一种恶业 若现实与人言谈喜欢其语 未来便会招感口齿不清 遭人戏弄清贱的果报 口业不敬 法不入心 罗侯罗年幼即出家 担任佛陀侍者时 喜欢开人玩笑 有人来拜访佛陀 佛在经社时 他就说佛不在 佛陀不在时 他又说在 一日佛陀唤罗侯罗罗用 澡盆取水来洗足 洗壁将水倒掉后 佛要他把澡盆覆在地上 之后又将它注水 罗侯罗心想 覆盆怎么装得进去水呢 此时佛陀训斥 这就像无唱无悔的人 喜欢打妄语 使自性被覆盖 道法不能入心一般 犯口四过 不但损服缺德 心中亦难语道相应 由此可知 口业清净对修行之重要性 口业清净功德不可思议 佛陀有三十二相好庄严 其中一相为凡音声 就是真正做到不两舌 不恶口 不妄言 不其语 所感得的果德 佛于无量节 来未曾打过网语 所以句清净凡音 说法音声 能传遍十方国土 而且以音音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说一句法 什么人都能够了解 弃悟 不仅台湾人听得懂 日本人也听得懂 乃至世界各国的人 都能理解 甚至于畜生恶鬼 遇到众生 也能听得懂 另外一个人如果口业清净 三世不打妄语 舌头一身就能到达 笔尖的地方 这也是因为过去口业清净 所感得的果妄 佛不止三世 乃至三大阿僧世杰 都修六波罗蜜 口业清净 所以佛的舌头 一身既能负面之发迹 称为广长舌 这也表示佛说法广大无碍 无远佛界 无人能及 这些都是佛在因地修行时 口业清净所感的殊胜果妄 有一次 佛陀神通第一的弟子 穆连尊者 为了想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反应声 究竟能够传到多远的地方 于是就用神通 来测验佛的音声 看看飞到什么地方 才听不到佛的声音 于是用神通 飞过了无数千万亿个 佛国世界 还是能够听得到 佛的反应声 穆连尊者最后飞疲倦了 便停留在其中一个世界休息 注足一看 这个世界的人都长得很高大 自己与他们的豹身比起来就像一只小虫子一般 此时这个世界的如来 正在和弟子共进饭时 尊者刚好停在一个有如身一样高的 大波波圆 如来的弟子一看 奇怪 那里飞来一只四人身的虫子 还身着袈裟 于是告诉如来眼前所见之事 如来说 你们千万不要轻看他 他不是什么虫子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 神通第一的穆连尊者 为了测验他的师父 释迦牟尼佛的反应能够传到多远 所以想用神通飞了无数个世界 现在当我们这个世界来休息一下 接着又告诉牟连尊者 佛的反应声是无远佛界的 纵使你经过无量一劫 继续不断的飞 还是无法测出佛音声的边界 众生内心有称心嫉妒 娇慢等烦恼 因而一犯种种口过 或说话挑拨离间 恶口骂人 说不识的话 欺狂他人 或说会议无意义的话 乃至毁谤佛 法僧一切众生等 由于口犯种种过失 导致今生有所言说 人不喜听 亦不亦受 乃至后世贫穷下见 容颜丑陋 而修行中能远离四种口过 未来即能感知到 如佛的清净凡音声 说法度重 无有障碍 此外口不犯次过 以真诚心待人处事 不但能得到人的信赖尊重 念佛持咒 诵经也会有感应 因为口也清净 自然有清净的功德效用产生 古德云 一言以兴邦 一言以丧邦 足见一句话的影响甚大 常说是非 口业不敬者 人见人反 反之 常以好言 真诚称赞别人的长处 人际关系必定很好 一个家庭里 姑嫂轴莉或兄弟姊妹之间 彼此不合 产生嫌隙 这个家庭必定无法和乐兴旺 社会里人与人之间 与社会团体和社会团体之间 经常互相攻坚 这个社会必定乱象贫人 若是人人都能 尽手口也多观察 学习别人的优点 多称赞他人的长处 这个社会就能充满和谐 亲人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